我是Manson 張俊橋 我會形容自己的音樂 是一本淫遊詩人的奇幻筆記簿 把很多去到不同的地方收集到的東西寫出來 然後裡面有很多奇幻的情節 五光十色色彩色彩的東西 希望人看的時候就會發現原來是有這些東西的 而發現到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也會有一種新同感受和共鳴 就是其實我也有這些東西 所以是透過自己的音樂可以令人有與你同在的感覺 以及鼓勵到人 生活上的一種累積 就是我們用心去生活的時候 譬如跟別人交流 或者有不同的內心的小劇場 又或者遇到不同的事件當中累積完 然後可能加一段時間你去嘗試寫歌 就會將那段時間的這些經歷 或者這些感受去寫出來 我覺得這一種的音樂是更加可以觸動到我 因為有時候很個人的故事 可能就是講一件很細微的事情 可能就是他講疑似的一段回憶 經過籃球場見到有個爸爸在打籃球的這個情景 但是就會很扣連到我 所以我想透過音樂去說一個我很想你聽的故事 就是我的人生 都可以說是受寵若驚的感覺 因為在歌詞裡面 是二汶和姚輝一起討論 如何去寫這份歌詞 就是當他表達了我對於這首歌的感覺之後 搭上了一輛列車 現在這輛列車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看一些景象 姚輝是寫了一些我自己都 我是這樣的 但是我之前覺得我不是這樣的東西 例如有一兩個歌詞是 記住陪我 不要阻礙我 很討厭一樣 其實是我的 真的都挺真實的人 是這樣的 我是想人去陪我 就不要去阻礙我想做的事情 還有也都不是很喜歡重複的 就算是玩一首歌 每一次都希望有一些新的東西 去玩得出來 但是以前我又覺得 這些東西好像不是一些優點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承認 或者比較任性 覺得這些東西 但是他就幫我打開了這件事 我是喜歡的 我是不是很想承認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看 這件事 也不然是真的 我希望你會看到 我希望你會看 你的錢 我希望你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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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錢 我希望你會做的 你會做的 我希望你會做的